不是假的 既然无量界造作这些唯一习气种子 这样的深厚 如果我们在修学菩提道中 要能够说是没有障碍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无论在释法在佛法 大胜大邪都不能保证他自己一生平平安安 原因就在此地 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怨天不由人 能够安心地接受 就是他懂的这个道理 了解这些夜莺果报的由来 他明白他不迷惑 所以他能够安心忍受 依旧能够成就道业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值得我们效法的 那么今天学会 许许多多的灾难 这些根源在哪里呢 在冷场 所有一切动乱灾难的根源 真是佛家所说 万物淫为首啊 博善效为先啊 这两个字真是把那个根本挖掘出来 所以世俗世间的大胜人 教我们男神利命 从哪里做齐啊 从夫妇之道做齐 你看中国 几千年的教育 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教学 传统的教学 一直到清朝末年 现在不讲求了 几千年都守住 这个宗旨啊 都遵循这个方向 好